帮你把那个范围的资料调过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table array里面 因为table array 刚刚第2个参数 一定会需要一个范围 你不能给他一个名称 不能说我今天告诉你那个 栏位名称你帮我抓 他找不到 一定要加一个interrate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 那个 名称的资料给带过来 那要怎么去定义 所以下来的话你可能需要做 定义名称的部分 那怎么定义 这个可能要花一点 也是要花一点时间 可是至少比那个 重新做那些 那个什么的公式来的快一些 第1个的话A2到 B3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那个 A1的这个地方 Ctrl C一下 先复制 然后把下面这范围选起来 那定义名称请记得 在他的 左上角有个名称方块 把它贴上 选这边呢 意思就是说 选这边 给他一个名称 叫做性别 然后你Enter 以后呢 这个范围 就叫做性别 Enter 这边 把下面选起来 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刚好名称就在 他的那个 范围的左上角 所以我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范围选起来 贴到这边来 好 那也就是说 第一步呢 你可能会需要先把这些 通通都定义一下 记得 最后一定要Enter 如果你没有Enter的话 那个名称不会进来 然后把这边分别 定义一下名称 那定义好名称之后的话 我们待会做的话 就会快很多 这边把名称定义一下 记得不要定义错误 因为定义错误的话 选的话一定要先选 选完之后呢 再把名称 贴上 Enter 这样就OK了 选这个范围 然后把这个名称复制 选下面的范围 所以这边可能会比较花一点点时间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 算起来应该也是值得投资 应该算 比那个你图法链钢还是稍微快一点 名称在他的左上角 每一栏每一栏 那这个是他的问题 那我们就把 每一个问题 里面的选项 把它定义成一个名字 OK好全部做完了 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我们 特别注意哦 下面是 范围 定义个名称 你要确定 有没有正确 很简单 你就把 这个范围选起来之后 他的那个 名称方块里面 是不是显示 对的名称 如果你选了一下 比如说年龄 选这个 第2到 第15 假如没有显示年龄 那表示呢 你这个定义名称有错误 OK 如果有错误 等一下你要做 那个 一次全部把资料 全部查 那可能就会出 出现错误 所以这边 记得 选一下 看一下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从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名称管理员里面 也会看到 记得如果另外一个方法你要确定你是否做对 或做错 你也可以从公式 名称管理员 里面看一下 只要有一个名称 就会对应到一个范围 如果说你看一下名称不对的话 你可以再重新修改 什么时候会大概知道 可能会出错 其实等一下做那个 输入公司之后 假如你有出现出 那表示你的名称应该也有出错 那你就修改一下 这边的名称 那就可以避开那个错误 所以 如果我要快速的把 那个 所有的栏 有14栏 快速的帮我把它全部 一次 查正确 编号变成名称的话 那我们可以先定义好名称 接下来的话 关键的地方来了 就是如果你这边都做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 一样把这边先 改一下 那改哪些地方 其实这边向下填满这个 可以先把它删掉 我拿刚刚这个地方 Vilo函数来改 那改哪些地方 其实最最最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 Table Array 这个Table Array 实际上就是指的就是说 Table 反正以后你看到那个函数名称 只要是Table 就是表格 Array的话 就是范围 意思是说 你今天呢 你就只能给我一个 表格的 范围在哪里 那个表格范围通常就指的 你要去查的 那个表格在哪里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清单 我就指那边 至少要两个栏位 你如果一个栏位查没意思 但是可能有三栏四栏 更多栏都可能 那我们这个地方 刚刚已经 把他什么 定义好一个 刚刚那个性别 所以呢 我们其实 可以什么呢 就是按F3 这边会出现性别 有没有 你可以找F3 其实就是调用那个什么 那个名称 调用名称 所以呢 我们如果说要把性别 带过来都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他对照表就出来 按确定 也会帮你查到 不过你现在如果向右填满的话 假如说 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向右填满 他就自动帮我把什么 把那个性别 变成年龄 变成教育程度 因为你现在是填什么 填性别两个字 对不对 那你如果 因为我们希望 是向右拉 全部 一次做完